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这里是赵亚科技 我是蒋正林 华为Mate402S的保时捷版 在我们之前的视频当中已经出现过了 但是并没有拆解 所以这一次我们加价6000 花了19999元 在第一时间购买了这台 华为Mate402S保时捷点藏零售版的 顶配版来做这些的拆解视频 电商版与普通保时捷版不同的是 多加入了一个红外测温传感器 可以对人体或物体表面 进行实时的温度测量 测量的速度还可以 但实际的用途大不大 还得看个人的需求了 Pro家网上的机型 都支持最新的10倍光学变焦 来给大家看一下对比样张 两台机器的焦距正好是10倍 画面的位置 离我实际的距离大概200米左右 再来看一下特写 怎么样 差距是不是很明显 那在这之前 我所用过的大部分长焦手机 在这个焦段下 拍出来的画面 基本上都无法满足我的需求 而这台点长版的实际体验 确实是刷新了我对长焦手机的认知 但很可惜 对于我个人而言 这个机身太大 握持的手感也不是很理想 机器的后盖采用了 纳米微精陶石材质 延续了以往保时捷的设计理念 两边光滑 中间灰色部分做了斜面处理 搭配磨砂的质感更显奢 包装内附带了耳机 手机壳 一个充电头 一个车充和两条Type-C数据线 既然是典长版 那就要有点仪式感 第一步戴上手套 这副手套可能很多人都见过 3080显卡里附送的 取出卡托 双卡设计 并设有防尘防水胶圈 关机放置加热电加热 前后吸盘拉不开一条缝隙 纹丝不动 看来还得动刀子 平刀口从底部卡入 向上挑起一点缝隙 卡入拆机片沿四周用力划开 这个胶打的正实在 密封性比MED40 Pro还要强不少 掀开后盖 内部整体与MED40 Pro相似 三段式结构 扯下后盖 固定的胶依然藕断丝连 后盖非常的结实 相交于MED40 Pro厚度有明显增加 来 上个秤 当后盖的重量达到了40.39克 重量却是感人 对应电池中间凹陷处 有一块较厚的橡胶垫 对应相机模组的每一个开孔 也都设有缓冲泡棉 与MED40 Pro最明显的区别 就是顶部的相机区域 超杆值的莱卡五色 也是这次保时捷最大的卖点 多加入了一个3D深杆 一个红外测温和混合式长胶 由于相机占用了更大的空间 也就意味着主板的面积将会变得更小 NFS线圈的位置也随之放大了 无线充电和延伸的散热贴纸保时一致 可以看到顶部盖板 比MED40 Pro多加了一束胶 而且整体的胶更厚实 拧下顶部的14颗螺丝 撕掉底部的胶 取下盖板 不同于MED40 Pro的是 将盖板上的激光对胶 换成了红外测温 内部还加入了缓冲泡棉 断开两条电视排线 主副板连接排线 显示屏 SIM卡 Type-C 天线 再依次断开深杆 长焦 超广角 主摄排扣 取下部分后置模组 断开前摄排线 取下前置双摄 拧下固定的螺丝后 取下盖板 断开排扣 前万式长焦是独立的 相机的详细参数 请看图 取下主板 同样采用了焊接堆叠的双层主板设计 为了给像头腾出空间 不得不将主板的中间区域揉空 所有的元器件都分布在两边和底部区域 也是没办法 在有限的空间里 为了有更好的相机参数 只能在主板上做完整了 按照这样的发展事态 不知道将来主流的移动设备 会不会变成带手机功能的相机呢 正面所有的内联座并没有缓冲泡棉 主板的背面图有多处硅脂 与中框相连来进行导热 揭开屏蔽罩 可以看到CPU和硬盘 诶 理论上来说 这就是闪存 由于上下层中间还有一层转接板 而且转接板有一定的宽度 中层基本是放不下闪存了 CPU的背面应该是电源 基本可以确定它就是闪存了 但是海湿的闪存还是头一次见 这是不是说明了华为已经有了自主研发的闪存呢 通过显微镜可以看到CPU 闪存和闪存有做封胶处理 但是非常的少 边缘有多处焊点都是直接暴露的 这是主板所有桌子的维修参数 放图片供大家参考 如果有手机平板 苹果笔记片电脑需要维修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们微星公众号 获取继修方式 镊子撬起顶部扬声器 断开触点与中框的连接 顶部扬声器与MID40保持一致 拧下底部盖板的8颗螺丝 取下固定盖板 断开一条同轴信号线 SIM卡 主腹板 指纹 和底部扬声器排线 取下小板 小板上集成了送话器 卡槽和天线触点 撕开Type-C排线与扬声器的固定 取下排线 从侧边向上翘即可取下底部扬声器 中框底部对应的位置设有密封胶圈 内部是一层防尘网 这一款X轴线性马达 这段时间我已经拆了三个了 保时捷底部所有的零部件 都是和MID40 Pro保持一致的 拧下侧边天线的4颗固定螺丝 取下天线小板 撕开易拉胶的提示贴 向上拉即可取下电池 电池也是与MID40保持一致 断开侧键排线与中框的胶 用镊子从侧边向内上方发力 即可取下侧键排线 按键上还多加了一层密封硅胶 屏幕和屏下指纹是一样的 但中框不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拿在手里总感觉比MID40 Pro要重一点 别给它上个秤 重量为70.29克 可惜上一台机器忘记记录了 没法做对比 记得13年的时候 价格破万元的手机代表 还是商星的W系列 到了15年 8848突然火了起来 16年 华为也带着自己的MID9 保时捷设计版 杀进了万元的手机市场 似乎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手机厂商也是越来越喜欢 跟汽车厂商进行合作 那4年过去了 华为一共推出了6款保时捷机型 这些机器的目标群体显然不是一般的用户 但即便如此 也挡不了大家的购买热情 那随着今年MID系列的供货量减少 保时捷版本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现在你手上有2万块钱 按照现在这个行情 你会不会考虑购买它呢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本期的赛姐视频就先到这里 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